以海洋为意向的新北市领口竹梦运动公园 启用至今深受社区居民喜爱 每天都有许多民众前来运动休闲 由于公园周边没有厕所相当不方便 经过里长向市长侯友宜提议 外观设计海洋意向的彩绘公厕 预计年底就可以开放使用 事业园蔡淑君争取领口文小18校地 成功活化以海洋为意向专属市民的领口竹梦运动公园 园内设攀爬身体能挑战区 筒转滑梯摩湿字滑梯 五人制足球场及舰走步道等多项体健设施 启用至今受到社区居民喜爱 我们同人心打拼 我们的淑君阿姨来到我们竞出竹梦公园 完成后收到我们小朋友 我们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都来这里剃头 运动 为他们缺乏力 就是一种便宿 领口里长苏夏中表示 公园周遭都没有厕所 民众来到公园运动或是玩耍中 若是想要上厕所 还需要跑回家再来 非常不方便 在侯市长下乡进行行动之礼座谈会时 便向市长提出公园内心建厕所 当时立即获得市长认同 并指示配合公园主题心建 侯友仪市长下乡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的提起 用到这么好的公园 为它缺乏的公厕 所以我们就清楚 侯友仪市长也很爽快 这个就答应了 如今早 现在这座 现在要在兴建 领域要完成了 让大家方便了 领口里里长苏夏中指出 外观配合海洋异象彩绘的公色 目前正在验收阶段 预计年底可以开放使用 施工期间也请民众不要闯入 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